对死者进行了互相解剖 发现死者胃里的米饭 蔬菜 外形还是比较完整 只有少量食物进入十二指肠 应该为饭后的一至两个小时 基本可以排除中毒死亡可能 另外死者的血历 酒坚含含很低 也就是说在案发的时候 死者的神志还是比较清醒的 你怎么看 我觉得 有必要再勘察一次案发现场 陈总 都下班了 你看你们都下班了 我留下干什么 陈总 最近公司太忙了 可累坏我们了 我知道 你们想怎么着呢 你说这天天光上班不休息 这时间长了 那肯定影响士气 就是 总得有人犒劳我们鼓励鼓励士气吧 对 行 没问题 想怎么玩 你们说 那就吃饭 唱歌 一条龙 保龄购物也行啊 没问题 不管是一条龙还是两条龙 我全请客 想叫上谁就叫上谁 好不好 那我在外边等你们 都去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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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陈总啊 都去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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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给阿姨打电话 去吧 走吧 走吧 车的挡风玻璃已经损坏 我们对车进行过检测 刹车和制动系统完好 可奇怪的是 现场并没有什么明显的刹车痕迹 这能说明什么呢 这能证明汽车冲进海里 不是客观事故 而是主观人为 刘司长 昨天晚上 目击证人 是不是在那个位置 看到事故的 对 就是这儿 老罗 你弟弟眼神怎么样 应该没问题 叫他来 哎 房子 别说你戴那帽子还挺好看的 真无聊 你没得聊了吧 哎呦 我怎么觉得你跟那杨曼丽有点像呢 我觉得你也挺像那画家的 比画家还画家 哎得 你要说他没死那会儿吧 像还行 这会儿啊 咱就甭提大了啊 小江 快好了吗 准备好了 准备好了 撞了吗 开始吧 到位 到位 落地 你可看清楚啊 是谁开的车 是沈方姐 确定吗 男的女的 没错就是沈方姐 撞去吧 来 第二方案 撤回去 明白 换好位置了吗 换好了 小爹转过来吧 好 开始 这回看清楚了吗 还是沈方姐开的 落地 你确定是沈方开的车吗 哎呦 欧带哥 你放心吧 我左眼五点二 右眼也五点二 我是有名的千里眼 绝对没错 欧队 又不用再试一次 回了吧 我左眼五点二 你们还跟我使花招 还说换人了 哪儿换人了 哪儿换人了 要我说呀 这再好的猎人 也逗不过我这好狐狸 哪儿那么多坏 我看可以认定 案发当晚开车的 就是杨曼丽 罗罗 走过什么呢 领导 开车直接冲进海里 只为了杀夫骗榜 这太疯狂了 你看我们是不是从 杨曼丽和司马良的 感情方面找上了 好 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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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走了 那我也先走了 你着什么急啊 歌还没唱呢 你先坐一会儿 坐一会儿 不是 你是不是有点怕我呀 没有 那你是烦我啊 要不上 请喝酒 我不会 来来来来 我不用 来来来来 罗雷啊 其实吧 你可能是那个不太了解我 我这个人呢 其实我我我是挺好的 你别着急 你能听我跟你说这些话 罗雷 有些话你听我跟你说 罗雷 陈士军 我告诉你 明天我就辞职 我不干了 敢这么打我 罗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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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坚住 站住 站住 你他妈笑呀 你他妈说谁呢 说你呢 我去你妈 先生 别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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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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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么样 你没事吧 先生 先生 你没事吧 没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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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打 练练 啊 雷雷 雷雷 你别走 雷雷 你别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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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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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喂 杰总 司马他平时都请问你 教授就是在画室里画画 有时候也陪着曼丽姐出门逛逛 别的就没什么了 案发当天杨曼丽和司马良 有没有什么异常的决定 没有什么异常啊 警察同志 虽然我们教授跟曼丽姐 在年龄上相差挺多 但是他们两个人 感情很好 而且他们那股甜蜜劲 跟我们年轻人一样 从来没见他们吵过架 那你觉得杨曼丽这个人怎么样 曼丽姐 人很好 从来不让我们称呼她 太太 夫人什么的 平时和我们说话 也总是和颜悦色 客客气气的 倒是那个吴助理 脾气大得很 总是说我们工作不仔细 这个不好 那个不行的 你好好想想 杨曼丽和司马良结婚以后 有没有跟什么特殊的人来往 那倒没有 曼丽姐平时就跟教授在一起 不过 不过什么 我这也是听说 吴助理平时总说 曼丽姐配不上教授 说她跟教授认识那时候 她就是在酒吧做推销员 后来不知怎么着 就跟司马教授搞在了一起 我还听说 说曼丽姐以前进去过 早就没有救抓 Christopher 曼丽姐 你很难替我 帅姐姐 这三道culus 我还听说 把妨娱 你是不是在哪儿啊 我问问你这身的酒味 我怎么跑医院来 是你那个秘书啊 卢磊把你送来的 他呀 你秘书打电话给子杰 我们才过来 刚让你干公司的事 你能不能少弱点我 世君 到底出什么事了 没事 没事啊 到底怎么回事 没什么事 是不是我哥他对你 还真没什么事 记得我别问了 他 他怎么样了 他 他没事了 我是担心你有事 我没事 我挺好的 对对对 不管我哥他对你做了什么 我替他要向你同歉 打你那几个人你真不认识啊 不认识 就是几个罪鬼 说人你是罪鬼 你是什么 算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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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实际上 你这伤势还疼吗 你呀 你呀 少惹点祸 你别着急 你敢听我跟你说这些话 你有谁叫话 你听我跟你说 你没话 你老爸 爱了打爱乐 脑子有毛病了 还在待不起 说以前倒一番 你没事就好了 杰总 别叫我杰总 咱们不是朋友了吗 要叫我紫洁 谢谢你啊 紫洁 我到家了 有什么事明天再说吧 好了 在这儿休息 晚安 为什么 原则是最后 是怎么办 跑 嗯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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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